那我们来看一下日本队的山本雅贤 预赛第二名 第一名是他的队友 沈本雄也 预赛这个项目 他的成绩仅次于中国队的防御国 排在第二 14.8当时 但是中国队的防御国 刚才的表现还是 不是特别尽容忍意 不像他预赛那么好 谢谢 日本队的山本雅贤 现在我们看到第一组当中的这几位比安玛的选手 他们实际上在难度分上差的不是特别多 先来看刚才李志凯13.70的调环 现在我们看到的像黄玉国 他的预赛的安玛用的是6.4的套路 现在场上的山本雅贤也是6.0 那么刚刚完成的 朴明树大概也就是在6分左右 不会有太高 所以他们在预赛中 在这个很难过的这一关上 就是比谁的完全质量更好一些 不像有的选手 他在全能型的选手 他有某个单向特别的强 他就可以一下子通过这个项目 以后把分拉起来 在他之后就要上场的是神本雄也 预赛的第一名